如果說加薪打敗通膨 觀眾朋友你有感嗎 足跡總處公布8月 總薪資平均高達5.9萬 甩掉通膨陰霾 不過我們也實際上街問問大家 其實大多數的民眾 都說根本沒有領到 甚至有一些還說還差得很遠 但是講到了薪水 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現在包括了旅遊業 包括了餐飲業 真的都滿旺的 同時也祭出了誘人的薪水 像是知名的火鍋店要蒸人 外廠最高5萬5 另外可樂旅遊宣布 說明年1月1號開始全體加薪 平均調幅最高達到10% 鮮紅肉片在沸騰湯底中 涮一下一口吞下 農村辛香充滿味蕾 連鎖火鍋店為了分散客流量 除了原本的中山西門店 又擴展新一個據點 知名火鍋店插起永康商圈 包下一到三成龍 從現場都被白色隔板圍住 還看不到裡面的裝潢狀況 而薪資呢 更是不得了 晚班外廠就開出了5萬5000元 比同業高出了將近1萬塊 我覺得還不錯啊 5萬的話 不過因為餐飲業本身就比較累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算是很合理的 5萬高薪 還要伴隨高工時高勞動 可不是這麼好領 看看足記總處近期發佈8月全體受僱員工 領到的經常性薪資 不含加班費平均在4萬6751元 年增率就突破了3% 再加上獎金跟加班費 合計總薪資平均在5萬9420元 年增超過6% 似乎又狠而現實脫軌 沒有耶 大部分應該4萬出口就差不多了吧 物價通膨然後薪資漲也就漲那麼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還是要靠加班耶 對 就是要靠自己的時間 換取所相對的那個報酬 希望能比去年多一點就好 年底將近員工都在等尾牙抽獎年終獎金 據統計公司確定發放年終的比例超過72.8% 創下6年來的新高 而員工的期望同樣也很高 平均希望能拿到1.13個月 也創下16年來的新高 對於通膨無奈員工只能將希望放在獎金 為荷包補補血 東產新聞張博祥 蔡英培 台北報導 來囉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產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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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